派富凯来 请问你他人生在何处 不好意思 现在在Hotel 刚好吴木大雪有一首歌叫做 No Love Hotel 所以呢 我们今天拍MV的场景了 就找一个 我觉得这是很有爱的一个Hotel 我会带小音箱 其实现在 有一些饭店是会有这种蓝牙 蓝牙音箱的 但是我自己都会带我自己习惯的音箱 因为注重音质 那个是我必备一定会带的东西 派富凯来 请问你他人生在何处 不好意思 现在在Hotel 刚好吴木大雪有一首歌叫做 No Love Hotel 所以呢 我们今天拍MV的场景了 就找一个 我觉得这是很有爱的一个Hotel 这个曲风带点 台式R&B 然后我又加一点台式的转音进去 所以就是中西合并的感觉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 每一位 人的人生基本上都会遇到 啊 错爱的对象 讲述比较直接就是有关一夜情的这一种剧情 他就没有爱啦 所以呢 就各做各的事情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觉得 黄忠平导演的一些思维逻辑 让我觉得他是很前卫 然后很无厘头的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也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拍过这么多MV 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剧情呈现方式 No Love Hotel 当时看到这个歌词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徐福凯好像就是从那个森林系 然后突然间转变成那个铃声系这样子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 当时我拿到这个歌词 然后听到这个编曲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 而且好有趣 真的跟我以往的一些曲风完全不一样 我一直在想说我唱歌的模式 因为以前就是唱比较抒情的 很少会有这一种比较 丝滑 然后要有点R&B 然后这一种比较西洋式的转音 其实我 自己私底下很爱唱这些东西 刚好在这一首歌让我发挥到 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我自己揣摩了蛮多不一样的语气 然后跟声音的一些变化运用 Hotel这种地方 其实很多的电影都会出现 那我觉得以这个房间为出发点 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情感 都会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不单单说我只是来过个夜 或是来做什么事 他其实讲述的东西非常的多 讲到情爱 讲到在一起或是分开 或是我今天跟你 明天我就跟你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情爱的纠葛 我会带小音箱 其实现在有些饭店 是会有这种蓝牙音箱的 但是我自己都会带我自己习惯的音箱 因为注重音质 对比如说你在泡澡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在旁边 然后就是播歌来听 你不要放松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我必备一定会带的东西 你不要放松这样子 你不要放松这样子 感谢观看